大家早上好 现在是早上的九点钟 我跟河大陆刚刚起床 我们现在是在海南的海口市 给大家拍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河大陆刚刚起来 刷个牙洗个脸 这边在施工 这里是一个公园 这个叫什么假日公园 西海岸 西海岸代状公园 这里是一个停车场 这个停车场可能每天的费用 可能是在15块钱 我昨天看了一下人家这个牌子 这边停车位有特别的多 里面停的都是房车 有些已经来了很久的 但是有些只是中转 就从轮路下来之后来这里中转一下 位置还不错 环境也不错 我们车子停这里 后边不远处就是海了 走两步就可以看大海 今天天气还是跟昨天我们刚来的时候一样 还是冷了 风大 环境挺好的 我们本来以为来到海口会是比较温热的天气 没想到差点都被冷哭了 特别是昨天过来的时候风太大了 出门都出不了 就躲在车里面 今天还好一点 今天温度上升了几度 待会我们直接赶去文昌咯 我们现在是刚来到海口一天 还不到一天时间 但是我们今天就要往文昌去赶了 因为我听的很多朋友说文昌那边27号会有一个火箭发射 我们是从来没有见过这张场 这种场面 必须得去见见市面 去呐喊助威 为我们国家加油 是吧 我们现在去前面这个楼盘这里 恒大 叫恒大外滩吧 去这里面领一下快递 我们的快递有好多个在这里了 领完之后我们直接前往文昌 在这边发现了一个路边的市场 淘宝市场 这是宝贝 走在路要吗 手串 老鼠要 蚂蚁要 蟑螂要 单身狗没人要 没想到我们顺路还能碰到这样的地方 像个市集一样 看这里 看卖的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可以 没办法 看怎么有 植物也有 什么宝贝都有 我跟河大路过来取快递 在途中 放到了这个股丸市场 特别有意思 看看这些是啥 黄金也有 你后面那些是什么树你知道吗 人家说是黄花梨很贵的 来看一下 很值钱的 太太新奇了 还逛吗 走了吧 要不 我还想逛 还想逛啥你又不买 你又没 瞬间这种 你又不懂 你又不懂 看 毛冬青 在旁边 单单土化 笑 我们刚刚在古安市场那里 赚了一圈 本来是以为 就过来拿个快递就走了 没想到那些东西 太好玩了 太有趣了 我们就在那里看着人家直播 那些人 好多人在那里直播 直播卖那个黄花梨 我们也不懂 就在那里看了一会 找不到吃的 这附近都没有什么店面 对呀 只能吃两个蛋糕 吃两个面包 撑一下 直接开车去文昌了 饿了这么久 现在感觉这个蛋糕很好吃 是不是 很香呀 过年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给你吃 你都不想吃 不想吃 有没有感觉我们这一趟旅程 太赶路了 我感觉确实有点 从玉林出发 就一直赶路 赶到现在 看完发射火箭之后 就慢慢走 那我们可以在文昌 嗯 在文昌 待久一点 多待几天 嗯 我们现在真的太赶路了 搞了个 我们两个人都特别狼狈 然后钱花的又多 还是慢慢来 嗯 慢慢来 享受不到旅途的 那种快乐了 我们以前 找到一个好的地方 就在那里待几天 这样子挺好的 我不想赶路了 我们在文昌看了火箭发射 就在文昌待几天吧 也不知道文昌有啥好吃的 好玩的 去到就知道了 那我们现在出发 走 快点 有什么事 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